男人上一秒可谓是嚣张跋扈 下一秒就把欺软怕硬表现得淋漓禁止 你就是水仙村理政 小人便是 你们村里这个张大户 欺负村民 你这个理政也不过来管一管 要不是被本府遇到 这件事还不知如何发展 请知府大人恕罪 小人一定将这件事情处理好 算了吧 这个张大户应该是你们村的狠人 你这个理政也不一定能处理好 这件事还是由官府来处理吧 三天后你带着赵家仁和张大户去县衙 由曹县令来处理此事 到时候本官安排人去旁听 如果赵家对县衙的处理不符 可以到庆安府上诉 到时候就由本府亲自来处理此事 张大户 刚才本府好言相劝 让你拿着银子走人 你偏不听 现在银子你是拿不走了 房契和借据就先要你保管 你现在可以走了 知府大人 我错了 银子我不要了 我将房契和借据还给赵秀才 那不行 本府要做的事 绝不能半途而飞 事情就这么定了 你们先回去吧 话音刚落 张大户就已经高兴地迷失自我了 好心的护卫将他扶了起来 并温柔地送到了院外 谢谢知府大人为我们做主 都起来吧 你们受惊了 本官一定要将此事严查到底 绝不放过一个恶人 既然赵秀才不在家 那就不打扰了 一日 赵贤等人刚刚回来 只见张大户哭斥一下跪在了地上 秀才呀 你救救我吧 我得罪了知府大人 你出面说说话 让知府大人放过我 张大户 你快起来说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起来 你还是让我跪着说吧 二十两银子我不要了 我将房契和借据都还给你 只求你在知府面前说说好话 让他放过我 赵贤继续一头雾水 哥 你回来了 家主不必管他 此人居心不良 自作自受 哥 先回屋吧 饭已做好了 正等着你回来开饭 我们边吃边说吧 吃完下午茶 神勇来到了赵贤家 赵贤见过知府大人 赵秀才不必多礼 诸位快快请起 我又不是第一次来 不必行此大礼 赵公子还是那样 风度儒雅 气质不凡 知府大人过奖了 我乃一介秀才 音箱是无望 值得做些营生 养家糊口 没想到知府大人亲自登门 实在是不敢当 赵公子制造出水车 不求报酬 解决了清安府各县汉行 本府当然要登门之谢 知府大人忧国忧民 欣喜百姓 作为民众一员 理应为官府分忧 二人一番户旁之后 便来到了屋里 昨日被人算计 多亏知府出面 成之个人 才保住祖宅 张大户乃一刁钻耍花之徒 于土匪无疑 被本府遇见 定当严惩 只是两日后还反请赵公子 安排人去县压 处理此事 多谢知府大人 到时候我一定前往 今日知府大人再来寒舍 不知是为何事 知府大人只管吩咐 我当典力相助 沈知府点了点头 他看向师爷 师爷开始讲述 原来沈知府上任之初 路过千牛山 遭遇山上的土匪 将他们团团围住 好在护卫暴平武功高强 拼死保护 几人才得以逃脱 马车被抢 所带之物全部丢失 就连上任必须随身携带的 赤蝶和告身也丢失了 他们走了一夜 才赶到大湾镇 多次求助被拒 后来遇到赵贤 赵贤将身上 仅有的一两银子给了他们 三人才到了庆安府 好在原庆安府之府 与沈永是至交 沈永才得以上任 为了清除匪患 找回丢失的赤蝶和告身 沈永就开始剿匪 一开始非常顺利 打得土匪节节败退 但土匪的老巢地势险要 又有坚固的攻势 虽然土匪的老巢尽在咫尺 可是毫无办法 听完师爷说的单口向上 赵贤好像明白了神永的意思 知府大人 我知道您是想让我制造出 用于攻杉用的投掷机械 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制造出这样的攻杉机械 应该没有问题 只不过我先要去现场查看一下 看看地形和高度 才能制作 那太好了 我们现在就过去 请知府大人稍等片刻 我将家中知识安排一下 就立即随大人前往千牛山 在赵贤制作的攻杉机械的加持下 众人很快就攻破了土匪老巢 你是何人 为何不愿意官兵送你回家 我是从辽城过来的 随父母逃荒南下 一家人走散 我被土匪劫到山上 土匪见我会识字 就让我教他们识字 白天被人盯着 晚上关入牢房 知府大人 不如让这个少年跟我回去 我家人多 房子也多 生活应该没有问题 同时我还可以帮他打听消息 尽快让他们一家团聚 那就谢谢赵公子 该少年在你家的一切费用 由庆安府来出 直到找到他们的父母 此次蒟匪圆满成功 神勇安排自己的司机 送赵贤回水仙村 这个小兄弟名叫李广 是在这次蒟匪中结识的 以后就住在我们家 你们可要多多关照 我叫赵小圣 我叫赵小山 我叫赵玲玲 秦师爷 秦阳阳 赵诚 赵诚接见 哇 好接 真正的宝剑 这是脚匪师在山上捡到的 知道你一定会喜欢 就给带了回来 这叫宝剑配英雄 这把宝剑归你了 其实是在系统商城买的 谢谢家主 这几天我不在家 家里事情怎么样 前两天我们去了县城 送去了300斤白糖 林掌柜已经将白糖的销路打开了 他让我们增加供货量 我只同意将供货量提高50%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白糖的稀缺 这次白糖结算款到位 家里的资金非常充足 甘地固也收购完毕 一共有120多斤 前两天李正带着我和张大户去了县衙 曹县令亲自审理了这个案件 我们归还张大户20两银子 拿回了房屋地契和借据 同时县衙对张大户这种坑汗邻里的行为 进行了处罚 没收他这些年来的非法所得 并罚款白银500两 服役三年 这下张大户彻底栽了